新北公安小組成立十一週年 在板橋車站舉行圍棋三廳的特展 以新書發表為主題 找來相關人員現身說法 見證新北市的轉變 現場展示各種機查需要的器材 詳細介紹各單位如何互相合作 解決問題 就像五股垃圾山 當時機查同等進去的時候 被前後車包夾 甚至被推擠被威脅 市長就對著鏡頭講一段話 你當時的人試試看 這句話是代表什麼 他會扛說的責任 他會是我們第一線所有同仁的靠山 以2011年台中阿拉夜店大火 造成九死十三傷等事件作為借鏡 成立公共安全聯合機查小組 透過機關整合首創 運用第三方警政策略 市長侯友宜則成為公安小組的 金牆後盾 公安團隊就是堅持做對的事情 事實證明我們做到了 花不可能為可能 新北公安小組將佔地一百七十公頃 視為公安治安獨留的五股垃圾山 透過全面清查 福島納管 強力執法以及直升綠化等步驟 在短短四年時間拔除城市之流的污名 打造五股下綠地 公安永續安居新北的特展發表會 從十月三號展出到十月六號 要讓這十一年來的豐碩成果被市民看見 TBS新聞 張聖雄 林詠璇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